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得闹更看门道 2024年6月17日 到齐做客洛基主场第一站 大谷香平先把担任指定打击打第一棒 一局上半第一打席 洛基先把投手CAL Quantro 大谷对近红中二逢生卡球打得很强劲 但羊角跑掉 洛基内也布阵站位也到位刺杀出局 二局上第二打席 两好三坏之后 大谷对大红中只插球 拉打穿越一二垒之间的强劲滚地安打 带一番打点 但是羊角还是不到位的负试度 但本场整体来说本里几率依旧维持得相当好 六个打席只有对一颗坏球出棒 四局上第三打席 同样是把握一颗外脚大腿进腰带高的只插球 大谷终于带出羊角18度 中右外野方向平非落地安打 但打在棒头所以急球出速只有100.2mm 从外野手还是来得及拦截 大谷硬要冲二垒 回穿球找到很多 但刚好转接的那野手太快翻转手套想触杀大谷 结果没接吻球 让大谷安全跑出一只二垒安打 大谷这筋骨要是不够软Q双脚这样的折角还真怕他受伤 这是大谷第二只滚地安打 跟这只平非安打的姿势差异 可以注意到大谷平非安打的姿势更加紧凑协调 也就是棒球英文常说的Stay Inside 让平衡跟流注重心做得更好 所以棒子更容易掌握几球点做出羊角 六局上第四打席 拎好两坏中间偏内侧大腿高二缝升卡球 大谷出棒稍微慢了 也有些被挤压到 但羊角到位的优势就是形成平非 就有机会在外野落地滚到左外野角落的二垒安打 同样的这是第一打席对升卡挤出滚地球 跟本打席挤出平非球的对照 滚地球的打席就是棒子翻快了一切 只能说打击真是难 之为莫洁就影响很多 八局上第五打席 大谷作为手棒打者 耐心选到两好三坏 接着这颗二缝升卡球 本来捕手摇的是外脚第一位置 但头手往内脚膝盖高塞 又是诉求导致捕手拉回去接的时候 接球点晚了 加上大谷往后跳闪臂 都影响主审直接认定是一颗偏内侧坏球 大谷幸运选到保送上蕾 接着大谷发动到蕾 其实球比较早到 二垒省还是盼大谷安全上蕾到蕾成功 货气队挑战后 可以注意到关键在于 画面上没有足够的证据 可以佐证野手的手套 碰到大谷滑进去的前脚 所以只能维持原判 接着下一棒Will Smith 扛出右外野深远飞球出局 如此深远 大谷他老兄居然跑不上三垒 原来大谷想起来要回去踩二垒在起跑的时候 根本已经来不及了 看看Smith在一二垒之间万袭出局 又看到大谷还在二垒上困惑的表情 结果巧的是 投手牵制二垒的大谷 没有先退投手板 而是先动前脚 被认为是进入禁止状态后又碎动 所以被判投手犯规 但其实这样的牵制动作只是不够标准 犯规于否还是介于灰色地带 二垒省可抓可不抓 就这样强晕的大谷又被送上三垒 硬是殊途同归 然后第六棒Jackson Heward 再把大谷打回得分 让大谷在八局上有了奇妙的第一棒得分体验